哈喽大家好,我是Tony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科学节目 活力四射光彩照人的李文 竟然因为抑郁症离开了人世 这场悲剧一下震惊了整个华人世界 抑郁症也再一次因为名人的轻声 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抑郁症是病吗? 到底是什么导致的抑郁? 如果得了抑郁症,能治好吗? 以及如何判断我们身边的人 乃至我们自己是不是患上了抑郁症? 今天我们就试着给大家回答这些问题 经过研究之后我们就会发现 其实很多悲剧原本是不该发生的 如果这些身边的人有一些基本的常识 我们是可以挽救这些人的生命的 这些我们爱着的亲人或者朋友 本应该继续生活在我们身边 说到抑郁症 早在2006年,世界卫生组织就预计 到了2020年,抑郁症会成为人类第二大疾病 届时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当时很多专家就嗤之以鼻 他们认为随着网络时代的快速发展 加上生活条件的改善 抑郁症只会逐步的减少 但可怕的现实是 世卫组织的预测如今一步步的成为了现实 截止2021年底 全球的抑郁症患者已经累计超过了3.5亿人 占全世界总人口的4.3% 现在已经成为了世界第四大疾病 而且还在快速增长中 目前抑郁症已经成为人类第二大杀手 每年全球有100万人因为抑郁症而自杀 世卫组织还预测 抑郁症将在2030年成为全球疾病负担第一位的疾病 甚至有可能超过癌症成为死亡人数最多的疾病 毫无疑问 内卷极其残酷的中国是全世界抑郁症的第一大国 2022年中国发布的抑郁症蓝皮书显示 18岁以下的抑郁症患者占总人数的30% 而50%的抑郁症患者为在校的学生 根据最新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显示 中国青少年的抑郁减出率为24.6% 其中轻度抑郁为17.2% 重度抑郁为7.4% 中国小学生有心理和行为问题的占总数的10%左右 初中生占大概15% 高中生则占大概19% 大家看到这些数据可能没什么概念 那咱们把这些数据简单的分析一下 根据中国教育部的数据来看 中国的小学在校生的人数超过了1亿人 心理有问题的10%是什么概念呢 那就是超过1000万的孩子 这还只是小学生 中国的初中在校生是4800万 15%就是720万人 中国的高中生超过了2400万人 中职在校生超过1500万 19%也就是741万人 2022年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调查报告显示 21.48%的大学生可能存在抑郁风险 45.28%的大学生可能存在焦虑风险 中国大学在校生超过1700万人 研究生超过280万人 就算咱们按照10%的抑郁比例来看 这又是200万 把刚才这些数目咱们简单的加起来 这就是触目惊心的2600万人 中国是全民教育 几乎所有的孩子都在这些学校里 这样的抑郁比例 就是整个一代人的基本状态 让我们不得不问 中国的学校到底在教什么 这么高的抑郁症毕业率 绝对是世界第一 再说到中国社会 经过中国精神卫生调查显示 中国患有抑郁症人数9500万 而每年大约有将近28万人自杀 其中40%都患有抑郁症 这些数字背后都是一个一个活生生的人 是一个个被痛苦折磨的灵魂 有研究认为成年期抑郁症在青少年时期就已经开始发病 77%和69%的学生患者在人际关系和家庭关系中出现抑郁 63%的学生患者在家庭中感受到严格的控制 忽视 缺乏关爱和家暴 一个生病的孩子 往往有个生病的家 因为抑郁而发生的悲剧太多了 像我们都知道的林肯 罗斯福 巴顿 戴安娜 牛顿 达尔文 爱因斯坦等人都曾经受到过抑郁的折磨 痛苦终生 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有句名言 我心中的抑郁就像一只黑犬 他一有机会就咬住我不放 这只黑犬从年轻时就开始出现 并陪伴了丘吉尔的一生 据说丘吉尔始终害怕靠近阳台和火车站台 每当急速行驶的列车进站 他都要退到远处 生怕自己突然做出什么惊人之举 在战局最复杂的1944年 丘吉尔则在信中写道 我还不想告别这个世界 但那种一跃而下的念头 总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 抑郁症被冠以世界上第一号心理杀手 死在这上面的人太多太多了 1972年 有着悲惨童年的日本文豪川端康成 在自己的工作室里口含煤气管自杀 年轻时的樊高因为生活的窘迫 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 他更是被人当作精神病送进了疯人院 1890年樊高借口要去打乌鸦 于是找人借了一把枪 然而樊高并没有将枪口真的对着乌鸦 而是将子弹射入了自己的胸膛 年仅38岁 2003年4月1日 一代香港巨星张国荣选择在愚人节这天 从酒店的24层一跃而下 终年46岁 张国荣在酒店的房间留下的遗书中写着 我一生没做坏事 为何会这样 1961年62岁的硬汉作家海明威 也没有逃过家族的自杀魔咒 幻影严重抑郁症的他最终引淡自尽 此外还有我们知道的三毛 Robin Williams 以及之前的阮铃玉等太多太多的名人 我们现在说说抑郁症的表现 我们如何迅速的可以自查 或者帮助身边的人识别抑郁症呢 其实很多人都会把抑郁情绪和抑郁症搞混 抑郁情绪我们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会有 这是正常的生理过程 而抑郁症则是一种严重的医学疾病 它不仅仅是心理问题 身体也会产生物理病变 抑郁症不是普通的心情不好 不是到外面散散心 想开一点就能解决的 和心理医生聊十分钟天就变好的 那基本就不是抑郁症 因为真正的抑郁症要比这个要严重的多 抑郁症患者表现出来的核心症状都是超过两个星期的心境低落 或者兴趣丧失 没有愉快感 还要至少有以下七项中的四项 第一就是每天都感觉精力减退或者疲劳 第二就是反应慢 行动迟缓或者易怒爱出汗 第三就是自我评价过低 过分的自责和内疚 第四就是犹豫不决 集中注意力或者思考能力下降 第五就是反复的出现死亡的念头 或者有自杀自伤行为 第六几乎每天都有失眠早醒或者睡眠过多的情况 第七食欲或者体重有明显的改变 严重的抑郁症患者还有幻觉 妄想和自杀的相反 他们每次发作持续至少两周以上 长的甚至要连续好几年 而且很多的病例都有反复发作的倾向 有人讲说现在中国有很多暴力伤人的暴虐现象 是不是从学校开始的普遍抑郁长大后导致的呢 这种情况其实正相反 有一句网络评语 焦虑的人是怕死 而抑郁的人则是想死 真正抑郁的人表现出来的并不是攻击社会的暴力景象 而是安静的消失 他们会自己躲在角落里 独自的苦偿抑郁的痛苦 那人为什么会得抑郁症呢 我们可以把抑郁症患者分为四种不同人群 第一部分就是女性 在中国的抑郁症患者中 女性占比为68% 根据蓝皮书调查 中国63%的女性曾患有产后抑郁 20%的女性曾在怀孕期间患上抑郁症 社会家庭身份的变化 哺乳胃奶 家庭关系等等 都是诱导产后抑郁爆发的几大主要导火索 而40%的患者家人对产后抑郁患者处于漠视状态 13%的家属认为他们是在矫情 甚至还会讽刺他们 另外 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 家庭责任等巨大的压力 使他们成为了最不快乐的群体 第二部分人群主要是因为压力 抑郁症病人往往有着过大的压力 工作的压力 学习的压力 生活的压力 无论压力来自何方 只要压力非常大 就都会出现一些抑郁的问题 前面说了 中国的青少年是抑郁的重灾区 这些人长大进入了社会 那整个社会也就跟着抑郁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您看看中国的儿童青少年 过着怎样的生活 家长 学校 社会 齐心协力的几的这些孩子 那他们心里能正常吗 这有什么难理解的呢 但说到中国的年轻人 很多走出校园就要面临着失业 运气好的 找到工作的 也会遇到各个行业的疯狂内卷 996工作制 有的甚至要求24小时待机 让人难以分清生活和工作的边界 当工作繁重 自我要求过高 令人倍感压力时 都会很容易引发生理和心理上的各种症状 比如失眠 焦虑 持续性的困倦 提不起精神 甚至发展到头痛 呕吐 因为对疾病没有正确的认识 很多职场人不愿意透露病情 更不愿意就医 而调查显示 86.5%的公司没有给员工提供心理援助服务 包括现在最有危机感的35岁以上的人群 他们承担着难以想象的就业 住房 上有老 下有小的巨大压力和担心 很多人的内心早就崩溃了 第三类人群主要是因为性格问题 有这么一群人 他们往往对自己抱有比较负面的评价 不太自信 他们觉得自己无论怎么样努力都会失败 对未来也不抱有什么希望 同时呢 他们也不太相信身边的任何人 不能与周围的人保持融洽的关系 在这样的性格加持下 他们对自己 周围人 对世界和对未来的负面看法都比较多 这种负面看法 对他们个人的生活影响非常大 会导致一系列的恶性循环 久而久之 就会导致抑郁 还有一部分的抑郁症病人 尽管他们对自我的评价低 但是他们特别在意别人的评价 因为在生活中 他们会努力的去做事情 特别特别希望得到别人的肯定 这也就导致 他们对自己的要求十分的严格 一旦发现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 就会开始出现抑郁 所以说患有抑郁症 与个人的性格也有密切的联系 第四就是遗传问题 有统计数据证明 有家族遗传病史的人 更容易患有抑郁症 那下面的问题就是 抑郁症有质吗 一般的答案就是 有质也没质 咱们先说有质 抑郁症并非绝症 有医学专家形容它 它就像是一场心灵的感冒 但如果不及时关注 很有可能发展成心灵的肺炎 甚至走向灭亡 和精神病不同 抑郁症是一种心理障碍 在早期通过心理治疗 是可以解决的 但这里面有两个难题 第一就是抑郁症患者 很难主动打开心扉 向身边的人倾诉自己的苦痛 甚至是面对医生 更痛苦的是 他们的很多想法 不被外界所理解 不被外人所知 他们不来找你 在城市的森林中 人们也很难发现他们 我们知道很多人 都属于阳光抑郁 就像李文一样 他们当着大家的时候 神采飞扬 光采照人 但是一转过脸去 他却有着一个 不为人知的抑郁世界 他们不会主动走向你 人们也就不知道 如何能够帮到他们 第二 我们都知道 导致心理障碍的 往往是外部环境 这里有残酷的学习环境 或者是工作环境 那这些能改变吗 如果人们依然摆脱不了 这样的环境 那再高明的心理医生 也是无能为力的 就是在抑郁症严重阶段时 这个病依然也是有致的 通过数千例 抑郁症患者头部的核磁共振 检查结果可以确定 抑郁症患者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大脑损害 长期的精神和情绪双重压力 会导致脑部内部的部分神经地质 分泌紊乱 导致大脑的海马蹄萎缩 所以经过很多年的持续深入研究 医生们找到了一些缓解 甚至治愈抑郁症的方法 这里包括药物 心理辅导 以及物理治疗等等 每个人的治疗方式都不同 根据程度和症状 不是每个人都一定要吃药 但是每个人都必须要接受治疗 海马体和周边的脑区 是人类大脑在成年之后 唯一还有神经再生的区域 所以大部分抑郁症造成的大脑损伤 只要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 都是可以恢复的 所以得了抑郁症并不可怕 但最恐怖的是 有时候并不是得病 而是会病记忆 像我们看到身边的很多人 有的名人像歌手杨坤 崔永元等人 都是从抑郁症里走了出来 改变了自己 改变了环境 通过药物治疗和心理辅导 人们还是能够战胜抑郁的 作为身边的人 我们能为抑郁症患者做些什么呢 首先 如果你身边存在着抑郁症患者 请记住 千万千万不要和他们这么说话 你看起来挺好的 没事 这都不叫病 比如说你就是太闲了 让自己忙起来就好了 你太矫情了吧 出去消费买点东西 出房旅旅游 你就没事了 比你惨的人有的是 咋的救你事多 你有啥可抑郁的 你可千万别做傻事 要相信自己 我给你加油 其实上面这些看似平常的劝说方式 往往都会变成无情的利刃插在对方的心里 让他更加痛苦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亲朋好友是发烧40度 在上吐下泻 你会和他说 没事 你看起来挺好的 这都不是病 这种话吗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首先我们要承认他们的抑郁症 抑郁症有不同严重程度之分 轻度的抑郁可能仅仅是心情差 对很多事情没有兴趣 很容易疲劳等等 严重的抑郁症会有绝望感 自罪感 记忆力 以及注意力下降 无法完成工作 甚至产生自伤 自杀的想法或者行为 他们可能感到无助 受挫 愤怒 恐惧 自责 或者悲伤 这些情绪都是真实而痛苦的 千万不要轻易的责备 他们是无病呻吟 小题大做 因为他们正在被我们看不到的疾病折磨 第二 要寻求专业的帮助 不要试图凭借一己之力 去营救你的抑郁症亲人或者朋友 因为抑郁症的治疗 需要规范的精神科诊疗过程 你无法直接治好他们 但你可以鼓励他们去寻求专业帮助 因为抑郁症患者的求知动力往往很弱 因此陪着他们挂号 看病 取药 检查 关注他们的服药治疗情况 是各位力所能及的事情 第三 就是关注抑郁症患者的治疗情况 抑郁症患者普遍存在着服药依从性差的问题 所以关注提醒患者按时按量的规律服药 特别特别重要 对于消极观念突出的患者 则需要家人定时定量的给他们提供药物 并且观察他们每次的服药情况 由于抑郁症有规范的治疗疗程 即使病人的病情好转 作为身边的人也需要提醒患者坚持治疗 药物方案的调整 需要在精神科医生的指导下进行 千万不能提前断药或者少吃药 第四 就是识别自伤自杀的风险 当你身边的人患有抑郁症时 了解这些风险信号极其重要 他们最近可能曾流露以下的言行 就比如说谈起自杀死亡或者伤害自己的想法 也有可能表达出无望或者自我厌恶的感受 他们可能会做出危险的自伤或者自残的行为 或者经常会与身边的人会面并且告别 也许你很难相信 你熟悉且深爱的人会考虑这样极端的方式 但对于一个抑郁症患者而言 抑郁症的负面情绪体验会动摇他的认知 扰乱他的思维判断 击溃他内心的防线 让一个很理性的人最终认为自杀是结束他痛苦的唯一方式 说来令人叹息 我们明明生活在太平盛世般的大环境里 但是抑郁症的人数却节节攀升 这恐怕是这个和平时代最大的讽刺了 现在人们已经习惯的把先进的物质生活等同于生活的全部追求 但实际上科技和金钱只是搭建了个漂亮的壳子 在追赶高效率多产量的生活循环中 人们越来越容易把忽视心灵需求作为代价 鞭挞着自己全速前进 其实与祖先们相比 人类真正的生存需求并没有发生根本上的改变 我们需要的并不是20分钟就到的外卖 也不是800亿像素的手机 更不是穿不完的衣服和鞋子 而我们真正需要的东西是connection 是连结 我们需要与自身的连结让我们可以感受到自己真实的喜怒哀乐的能力 而不是用刺激欲望来麻痹一切我们不喜欢的情绪 我们需要与他人有情感上的连结 让我们有免于孤独不怕被抛弃的安全感 让我们在脆弱的时候有可以躲避的港湾 我们需要与工作和社会的连结 让我们觉得我们自己的付出是有意义 被尊重的而不是一颗在公司可有可无的螺丝 在社会上可割可击的韭菜 但是现在的社会却总以发展为名 不断的忽略甚至抛弃人类的基本心理需求 最后回过头来质问你 你怎么就病了呢 在叹息声中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 很多悲剧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亲爱的朋友 请让我们来帮助你 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